我跟姐姐认识这么多年 彼此了解 充满回忆 可你呢 你只是她的一个弟弟 所以啊 该离开姐姐的人 是你 你为了逼许薇离开我 不惜把生育的一部分股份转让给了她 既然你都知道了 何必再来问我 你好卑鄙 卑鄙 我只是不像你这样意气用事 阿玉哥哥 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我可以改 你喜欢什么样子我就变成那样 就算 就算变成许薇的影子我也愿意 你做得很好 你不用改 这是我爱的 是许薇 薇薇姐 和你分享我的好消息 阿玉哥哥和我来定制婚件了 那些虽然是借口 但我和秋雨在一起是真的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我和秋雨 是是真的 薇薇 这是老天爷不让你和阿玉哥哥在一起 阿玉哥哥终于是我的了 我说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现在白晴玉还不知情 如果你想让她乖乖跟你结婚 你还需要给她更大的压力 那你说怎么做 秋雨你发什么疯啊 是你给许薇下的药是吧 你就是为了这事 不来一剂猛药 你我的机会怎么会来啊 你就不怕白晴玉跟许薇到手 真发生点什么吗 我是希望你跟许薇发生点什么 谁知道你没建房间啊 告诉你 为了达到目的 我可以不择手段 但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许薇 王医生 许薇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这个病人有严重的抑郁症 抑郁症 抑郁症 怎么可能 他看起来那么阳光开朗 他是典型的阳光型抑郁症 送起检验科去做DNA比对 师哥 尽快检测 有结果立刻通知我 快去 好 师哥 这是你让我做的DNA检测结果 你不该了 你不该了 我今晚值夜班 正好路过这儿 顺便来看看 姐姐 你要管 就管好你的未婚妻 你告诉你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许薇 我会保护好她 你以什么名义保护她 弟弟吗 在她眼里 你也不过是个弟弟 秀宇 都怪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和阿玉哥哥 不会到这个局面 你 月婶婶 你现在跟我抱怨这些有意思吗 好 现在阿玉哥哥已经不理我了 我也没必要活着了 月婶婶 你给我冷静一点啊 你告诉我现在在哪里 立刻去找你